這中華市公司也配合市區東北美食授架 在這禮拜六的財區 要讓財區的民眾 這個運動踏青吃美食 經紀中華市頂部區間府表示說 這中華市一三九三有很多的 目標很適合說 整個月都會帶去的休憩 所以才會配合授架 將這中華市的美食換到三區 要讓前來這民眾 剛才說可以享受運動的六處以外 這中華市在地美食 而且這名叫休憩要報名就要緊 少年辣妹跳出今晚的步道 再會邀請大家在這禮拜 再會到中華市一百三十九三旁的目標來見證 而且中華市區的美食也帶到自己的產品 要跟大家說這些美食當天在三區也都吃得到 指定有區間府技術 這幾個月就給大家做回來運動吃美食 用中華市來結合我們一三九線的觀光景點 跟我們的農業產業特色做一個很優利的結合 我們在現場接受大家報名 來做一個踏青的景點的建築 那麼蓋完磋商之後 我們回來就有這個既然 可以送給大家 而且現場我們的折價券 九個可以用到過年 當時窟市也表示 基本這樣多年就是希望 不可以讓更多人請出中華市的美食 因為中華市過的美食 但說是太多了 這都是給大家做回來平常的 來做一個我們中華小吃的行銷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全台灣最好吃的小吃 就是我們中華市 包括我們的肉圓 焢肉飯 甚至我們的尿茄米水餃 我們的屬心都是很好吃 歡迎大家來參加 當時我們的中華市的伴手禮 跟農產品的特色 還有我們小時候的童玩 都在那個地方做一個完全的結合 讓大家可以利用一天的時間 來吃飯來玩 來吃我們中華的小吃 經過中華市公司表示 這次運動還可以吃米食多年 已經開放報名 剛才可以在鄉市公司來報名 一看鄉港不可以在現場 來進行報名 不過這名字有所限制 是說所希望 如果想參加的民眾 卡手就要快喔 就希望王漢正中華報道